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无我相 无法相也无回法相 这是金刚金沙 特别强调的 无我相 佛真的佛果了 不诸佛相 视同凡夫 佛的佛报不可思议 诸位多华音经 多无量寿经 《弥桃经》里面所说的 那是佛的果报 佛不住 佛不住极乐世界 佛不住那种清宝的享受 佛不住 实现人跟人一样 不住 这就是无我相 视线的无文化相 每一天生活 寻规陶居 一句话不说 无法相 没说法 一句话不说 无法相 虽一句话没说 他统统做出来 会的人呢 在他这个一举一动当中 那他就是说法 都表现出来的 业无非法相 非法相就做空 他也不做空 空有两边都不做 你看妙不妙 如果你学会这个本事了 你也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不管你是什么生活方式 你能够学会的 学得到 无我相 无法相 也无非法相 那你就是金刚般若会上的当机人了 这不是须腐体 一样也是须腐体第二了 真得大受用 你才晓得说 真自在 真清静 而且当下就得到 我们无量借以来 生死烦恼种种问题解决不了 一下就解决了 这个般若真是 金刚会见 快到沾乱麻了 立刻就见笑 底下这个诗句 是我常常勉励我们尽宗的同学 要知道我们修的是什么 就像上才同志讲的 菩萨道跟菩萨行 我们存什么心 真诚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带人家 我们学着 我们用真诚的心 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 一拼吃尘 不要怕人骗我 不要怕人欺负我 没有那回事情 我用真诚心对人 人家用虚妄心对我 没关系 我们要成佛 他要当凡夫 那不一样 我们的目标方向不相同 我用真诚心 清净心 像六祖所受的 本来无由 心里面保持清净 夜沉不染 心要空 心要静 常常保持空 保持静 平等 离开一切分别就平等了 正觉 拒而不明 慈悲 无有条件 无条件 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他 破弥开悟 破弥开悟的果报 就是利库得罗 我们只是帮助他 我们只是帮助他破弥开悟就行了 利库得罗 他自然得到 这个五条存心 生活 地找到 bar milj awhile 看破 Knowing 看破之后 当然一切 不会放在心上 也不会去计较 自自然然你就能放下了 那么生活就可以像世尊一样 那么样的自在那么样的随缘 自在随缘里面 不起心不懂你 我们学这个 都在穿衣吃饭上显示无异 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 每天固定的工作也好 不固定的工作也好 都守着这个原则 这叫真修 真干 如此体会的念佛必定见佛 能存这个心 这种生活的态度 老实念佛 哪有不见佛的道理呢 必定见佛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